穿进恋爱综艺后 我凭借隐身术爆火了 作为王爷身边顶尖的暗卫 我身形炉垫来去无踪 八百个摄像头都抓不到我的影子 本以为这样能避开桃花 没想到现代网友喜好亲奇 纷纷被我的隐身术折服 每日热搜 今天摄像机抓住下棚了吗 于是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她已经给看视频的公主 王子们送了两个月的好运 给文曲星点赞后 就能逢考必过 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 她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证文现在开始 准备好开始拍摄了呀 我被一道高昂的声音惊醒 奇怪 就在方才 我还身处一片血海之中 身为王爷的暗卫 我为了保护王爷万箭穿心 当场隐秘 可眼下 我居然坐在一个陌生的房间 面对两个装束奇怪的人 莫非我没死 接下来 我们会问你几个问题 放在炼宗的先导片里 对面的人笑着对我说 炼宗 这是什么东西 先导片又是何物 我虽然不解歧义 却明白了一点 看来 我不光没死 还被对方当作俘虏绑到这里 正在接受审问 而旁边那台 被他们称作摄像机的黑色仪器 应该是一种新的刑剧 意识到这点 我恨不得立刻咬舌自尽 但想到王爷可能还在他们手里 我不能轻举妄动 第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什么斩男技巧 这个问题不涉及机密 我沉声打 暗杀 作为王爷的暗卫 我斩杀男人时 当然得用暗杀 可如此显而易见的答案 竟让对面齐齐一乐 半晌 才有人斟酌着开口 你的意思是 你有暗中俘获男人的杀招 我想了想 以我高强的武艺 说是杀招也不为过 便点点头 对方这才松了一口气 又问 如果有了明确的目标 你会怎么表现自己 我觉得奇怪 为何要表现 暗杀 讲究的是暗中出击 不动声色 暴露自己 是大忌 我会直接下手 我肯定的说 没想到 对面竟倒吸一口凉气 生突吗 没错 对面的嘴角抽了抽 你的风格还真是生猛啊 第三个问题 你对自己身体 最有自信的部位是哪里 我觉得奇怪 从未见过这种风格的神问 如此温和 问的还全是废话 但还是沉住气回答 我的手 身为暗卫 以手执剑 守护王爷 如果对自己的手没有自信 又该如何保护主人 话音落下 对方不由得看了看我的手 点点头 不错 的确是一双白镜柔软的手 等等 白镜柔软 我习武十余仔 手上分明遍布着老茧与伤痕 可是 当我抬起手 却发现此刻我的双手 白嫩如玉 没有一处疤痕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手 直到此刻 我才意识到 我根本就不在自己的身体里 震惊之中 袁绅的记忆一股脑涌了进来 袁绅名叫夏鹏 是个臭名昭著的黑红小花 她被称为娱乐圈 第一爱蹭女明星 热衷于和各路男神吵CP 眼看名声越来越烂 经纪人干脆给她 接了一档恋爱综艺 想用她衬托公司 新鲜的国民女神梦炎炎 刚才我参加的那场审问 就是恋爱综艺的先导片拍摄 随着脑子里 蹦出的一个个新鲜词汇 我意识到 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死前我一直和王爷待在一起 如今我来到了这里 那么 王爷也来了吗 夏鹏 你上热搜了 先导片的拍摄过程 在网上直播 好多网友都在讨论你 我的思绪 被一个兴奋的女生打断 看着眼前的女人 我脑袋里蹦出了三个字 经纪人 她拿着一个小方块 凑到我面前 激动出声 虽然都是骂你的 但起码热度有了 黑红也是红 这波不亏 我低头 看了她那个叫做手机的小方块 理念的文字 和我的世界有些不同 但凭借原生的记忆 我还是读懂了其中的含义 夏鹏资源这么好 她凭什么跟妍妍参加同一档节目 能不能换人啊 这姐真的太会蹭热度了 还扯什么暗杀 哦 好担心我家妍妍被她欺负啊 同情男嘉宾 全都得被吓捧蹭一遍 我气定神闲的看着评论 若有所悟 看来恋爱综艺是一份不错的差事 大家都觉得好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 找到王爷如同大海捞针 还是得先做个差事 安身立命 才能徐徐徒之 我参加的这档恋宗 叫做恋爱的小森林 顾名思义 就是在森林里谈恋爱 恋爱是什么 我不太懂 但我知道 只要我参加就有钱挣 挣了钱就有更多方法找到王爷 为了钱 我愿意配合 开拍那天 梦妍妍的装束与我完全相反 她一袭白色青纱裙 脖子上的钻石项链闪耀无比 一出场就引来弹幕热议 太美了吧 妍妍就像仙女下凡 这一出场 直接把全部男嘉宾拿捏稳了 节目想要我衬托梦妍妍 安排我在她后面出场 我懂 我绝不会抢走梦妍妍A4光芒 别的我不会 但收敛锋芒 我可是专业的 我一个闪身 以风驰电掣之速 从她身边掠过 弹幕迟疑了一瞬 刚刚 是不是过去了一道黑影 节目组介绍了 那是夏鹏 看来摄影师也讨厌夏鹏 连个镜头都不给 有没有一种可能 不是没给镜头 而是夏鹏闪得太快 镜头没跟上 快 这还算快 我有些失落 这副身体不如我从前的敏捷 居然还让人看见了黑影 真正的境界 应该是悄无声息 看来 得加强训练了 我认认真真的隐藏在暗影中 不争不抢 看着其余几位嘉宾争其斗艳 直到最后一位神秘嘉宾出现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吸引过去 哇 居然是影帝谢成燕 之前 她不是拒绝了节目的邀请吗 听说她看了先导片以后 对其中一位女嘉宾很感兴趣 临时改了主意 磕到了 她肯定是为了炎炎女神而来 太般配了 弹幕分析的头头是道 所有女嘉宾中 只有孟炎炎 曾经跟谢成燕合作过一部电影 扮演了谢成燕早死的白月光 若说谢成燕是专程为某人而来 那应该是为了孟炎炎 显然 孟炎炎也是这么认为的 因此谢成燕一出现 她就笑眯眯的迎了上去 成燕累不累 进去歇会儿吧 不累 谢成燕淡淡应声 她环视了一圈在场的所有人 突然开口问 嘉宾是不是差一个人 孟炎炎积极回应 不拆人呀 谢成燕微微挑眉 不是还有个下棚吗 我心口一跳 从暗影里走了出来 习惯了暗卫的生活 我下意识隐藏自己 没想到这位重心拱跃的人物 居然专门点了我的名 甚至 用一种掺杂着探究与激动的目光 牢牢锁住了我 那深邃的眸光 看得我有些心虚 谢成燕 不会跟夏鹏的原神有故事吧 我别开目光 不知如何处理这场面 有敏锐的网友立刻评论 我怎么感觉 谢成燕对夏鹏有兴趣 她好像在看她 想多了 明明是夏鹏没有礼貌 前辈来了连声招呼都不打 谢成燕这是在用眼神表达不满 没错 谢哥还是跟我们妍妍般配 这位兄台的见解深得我意 恋爱的是 谢成燕还是跟孟妍妍谈吧 我只想藏在影子里 默默把这笔钱挣了 放下行李后 我们一行人参观了这栋森林小屋 这栋小屋是木制结构 反扑归真 我很喜欢 但其他嘉宾显然不这么想 好久没住过这样的地方了 还得自己生活 煮饭 连柴火都要自己去找 孟妍妍咬住下唇 羞涩道 我今天穿的裙子是浅色 找柴火不方便 就留下来给大家做饭吧 她话音落下 我一看 在场的嘉宾中 只有我穿了一身黑 连男嘉宾都是浅色衬衫 于是自觉道 那我去找柴火 这样轻松的小事 还能避开众人 我很乐意 孟妍妍妍理所当然的笑了笑 不过她还没笑完 就听谢成燕对我开口 我和你一起 谢成燕跟了上来 与我同行 孟妍妍一看 既是改主意了 成燕 你们只有两个人 太辛苦了 我也去吧 弹幕立刻炸了 妍妍好体贴啊 担心谢哥太累 捡柴火这种脏事都愿意做 这才是真爱 夏鹏这个电灯泡赶紧滚开 楼上眼瞎了吧 明明是谢成燕 想跟夏鹏一起 结果孟妍妍妍从中横插一脚 怎么也不该骂夏鹏啊 骂不骂我 我无所谓 我只觉得奇怪 方才只有我一人去拾柴 孟妍妍不觉得人少 如今加了一个谢成燕 她却担心起来 不过 无妨 这点活 我自己就能搞定 森林小屋旁边的树木 被打理得很精细 还挂着各色彩灯 不以砍伐 我将目光投向了河对岸 那边有几棵干枯的杨树 很适合用作柴火 我把想法一说 孟妍妍却皱着眉头 可是 河那么宽 怎么过去呢 她无助地看向谢成燕 修红了脸 我有点害怕 成燕 你可以抱我过去吗 孟妍妍的目光满怀期待 然而 谢成燕却不接招 只淡淡道 那你歇着吧 我和夏鹏过去就行 但目立刻刻起了糖 天 她好心疼她 舍不得她吃一点苦 这就是双向奔赴吗 我怎么觉得 谢成燕是想跟夏鹏单独相处 姐妹疯了吗 夏鹏除了侧热度还会什么 别让她和我家哥哥的名字 出现在一起 我懒得管那些吵吵嚷嚷的言论 只转过身 抛下一句话 不劳烦二位 说完脚尖轻点 如蜻蜓点水般掠过河面 转眼就到了对岸 孟燕燕惊讶地睁大眼 而谢成燕眸色深深地看着我 才不透情绪 弹幕置了置 继而封刷 夏鹏刚刚 是飞过去了吗 应该是河里有墩子吧 掌潮刚好淹没了墩子 让夏鹏出了把风头 她肯定提前知道墩子的位置 为了蹭热搜 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我没心思回应弹幕的揣测 直接一手批鼠 用内力将几颗干枯的杨树放倒 这些柴火 应该够用几天了 刚用竹条将柴火捆起来 却骤然听见一声尖叫 啊 回头一看 孟燕燕像湿了魂似的 躲在谢成燕身后 只把谢成燕往前推 成燕 你快把这条蛇抓走 快 在他们面前 一条小臂粗的菜花蛇 正丝丝吐着杏子 谢成燕眉头紧皱 却没有动作 只忍忍看了我一眼 很奇怪 我和谢成燕明明并不相识 可她一个眼神 我却瞬间会议 飞快从秀中取出三枚银针 志向和对岸的蛇 三枚银针 狠狠扎入蛇的七寸 孟燕燕甚至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就看见那条蛇僵硬的倒下 只有谢成燕紧紧盯着那三根银针 眼中情绪涌动 呼吸都止了 弹幕区一片猛逼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条蛇怎么突然死了 谢哥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蛇 带着三分激动 三分心疼 还有四分喜极而泣 她又抬头看下棚了 这是什么绝世凝视 隔着一条河 眼神都在拉丝 我被谢成燕的目光 盯得头皮发麻 是我暴露了吗 还是谢成燕真的跟夏鹏有一腿 可搜寻夏鹏的记忆 除了她曾经在网上 蹭过谢成燕的热度 两个人并无交集 我拎着一捆柴 轻点水面回到对岸 想要默默回小屋 但谢成燕不让我如愿 你的手受伤了 她叫住我 我低头一看 这双手实在娇嫩 不似当暗卫时皮糙落后 竟被树皮划破了 小伤 无碍 我收回手 准备闪身引入阴影 将存在感降到最低 谢成燕却突然喊了一声 阿七 这瞬间 一股战力击中了我的四肢百骸 阿七 这是前世我当暗卫时的名字 王爷十岁那年 我变成了他的影子 陪着他被构陷 被软禁 被围剿身亡 无数个日夜 他就这样唤一声阿七 我便会从他的影子里走出 时过境迁 仍是这一声阿七 让我们确认对方 我看向谢成燕 英雅帝 急切地 难以置信地 叫出那两个熟人的字 王爷 谢成燕叫我时 谨慎地摘掉了耳麦 所以观众只听见了 我喊出的那声王爷 弹幕又开始冷嘲热讽 夏鹏又在耍什么花招 装腔作势 谢成燕曾经演过王爷 可能夏鹏看过他的剧 这也太能蹭了 他这是想营销谢哥的粉丝人设吗 和此时激动的我 已经顾不得观众说了什么 我习惯地想要向王爷行礼 却被他的眼神阻拦 王爷示意我摘下耳麦 跟他走 一直走到一处偏僻的角落 王爷才开口 这里没有安装摄像头 但不能停留太久 否则设置组会找来 我立刻服从 是 王爷又问 你是什么时候传来的 我恭敬达 大约一周前 拍摄仙导片那天 王爷沉吟半赏 告诉我 他三年前就传来了 已经对现代十分了解 我找了你三年 原本以为你没来 直到看见了炼宗的仙导片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过来 居然还真是你 阿七 你真是让我好等 说最后那句话时 属下之罪 请王爷责罚 王爷似乎没想到 我会如此反应 立马扶住我 赶紧起来 在这个时代 我不是王爷 你也不是我的暗卫 今后不要再这样了 稳愣稳愣 有些迷惘 那今后 王爷同我是什么关系呢 王爷的睫毛微微一颤 目光轻晃了一下 似乎在思索什么 片刻后 他的唇边掠过一抹 难以觉察的笑意 在其位 谋其指 既然我们参加了炼宗 就应该履行职责 好好谈恋爱 明白了吗 我好像明白了 又没完全明白 从前 王爷想对付谁 只要给我一个眼神 我就能精准出击 可恋爱这个领域 对我来说 实在太陌生了 但这又何妨 从前为了王爷 上刀山下活海 我都不怕 区区恋宗 又有何惧 我激情抱拳 听听王爷吩咐 王爷这才满意地点点头 今后别叫我王爷了 叫我谢成燕 或者 成燕 我有点慌 属下怎可直呼王爷明慧 说过了 在这里 我已经不是王爷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枚 叫做窗可贴的东西 细致地贴在我的伤口 阿七 这个时代的生活 你还得慢慢适应 不过别担心 一切由我 我忐忑地回到小屋 还有一丝不真实感 王爷替我处理伤口 说这个时代不分尊备 王爷还说 节目组要求组CP 让我配合他 配合 怎么配合 这真是我暗卫生涯中 最艰难的任务 我一边琢磨着王爷的恋爱大计 一边将柴火放到灶边 刚想藏回暗影 却被孟妍妍拦住 彭彭 刚才你和程燕干什么去了呀 他笑意盈盈 但他笑意却不达眼底 我淡淡答 处理伤口 王爷提醒过我 这里到处都是摄像头 必须谨言慎行 我无意多言 偏偏孟妍妍逮住了话头 自顾自说了起来 哎呀 程燕总是这么贴心 之前我在剧组受伤时 他也很关心我来着 那部戏里 我们的互动 还被粉丝剪成了视频 在网上播放量可高了 他说着便掏出手机 强行向我展示 你看 好多网友都在嗑我们的CP 视频里 王爷悲痛的 抱住满身是血的孟妍妍 而孟妍妍伸出手 扶上她的脸 下辈子 我再来陪你 孟妍妍说完这话 便晕了过去 而王爷气不成声 眼中的深情一出屏幕 这一瞬间 我误了 我知道怎么配合王爷了 既然王爷如此喜欢孟妍妍 那我便住王爷一臂之力 让她和孟妍妍好好谈恋爱 最称职的暗卫 四边刚好围坐八位嘉宾 孟妍妍秉持着吃货人设 早早落座 盯着食物流口水 弹幕全被蒙翻 天啊 你又好可爱 小吃货一枚 谢哥快来 妍妍身边的位置还空着 我们要磕糖 没多久 王爷真的出现了 我用鼓励的眼神望着她 行动吧王爷 主动坐在你心爱的人旁边 这是培养感情的绝佳机会 然而 王爷似乎没注意到孟妍妍 只朝角落里的我招招手 下棚 站着干什么 过来坐 说着便坐在无人的一侧 还拍了拍身边的空位 我愣了 孟妍妍僵了 弹幕震惊了 卧槽 怎么回事 谢哥居然邀请夏鹏 大概是因为夏鹏刚刚受了伤 照顾下伤员 别强行磕了 谢哥从出场到现在 根本就没怎么看过孟妍妍 我又误了 越是喜欢的人 越是不敢多看 因为只要多看一眼 就会忍不住沦陷 没想到王爷面对爱情 竟然如此内敛 既然这样 就让我来助王爷一臂之力 我一个闪身 调了个位 没等孟妍妍反应过来 她已稳稳坐在王爷身边 而我实实然 坐在孟妍妍方才的位置 体贴地给他们台阶下 我比较爱吃这两道菜 想离近点 孟妍妍惊魂未定 刚刚是你让我飞起来了 我摆摆手 表示不必言谢 可王爷却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夏鹏 你厉害 我知道 王爷此时此刻 一定在为我的贴心而感动 而我 深藏宫与明 单目疯了一样 夏鹏是什么大利女 居然一只手就能把妍妍举起来 孟妍妍发生了什么 我飞了 之前谁说夏鹏是爱蹭的白莲花 明明是个大利搞笑女好不好 网友们聊得热火朝天 没想到 更劲爆的是来了 下一刻 王爷居然站起身 坐到了我身边的位置 你刚刚右手受了伤 我坐你右边 方便定家菜 我瞠目结舌 王爷 你这样是追不到王妃的 没看到孟妍妍的眼睛已经红了吗 你换了座位 就是变相换走了你的爱情 我苦口婆心 试图劝说王爷回去 我这都是小伤 不碍事 真的不碍事 可王爷却脂弱网闻 还往我嘴里塞了一块红烧肉 吃 我顿时像被施了定身皱 不敢违抗 而很快 其他嘉宾就把位置占满了 这一下 想换也换不了了 这一幕被网友截下来 直接推上热搜 笑不活了 夏鹏是钢铁侄女吧 谢哥疯狂拉近距离 他完全盖不到 对对 我也发现了 谢哥的目光一直跟着夏鹏走 但夏鹏只想磕他和孟严严的CP 这错位的人物关系 已经磕上了 我愿称谢哥和夏鹏为错位CP 坐等后续 我的内心一片爱好 网友们 CP可不能邪门啊 王妃要是跑了 我上哪找人完成王爷的恋爱大忌 但我是个坚强的暗卫 既然王爷不解风情 就让我来为他冲锋陷阵 没有机会 创造机会也要上 晚饭后 嘉宾们需要确定第二天的约会对象 男嘉宾匿名写下对你嘉宾的邀约信 再由你嘉宾选出最让自己心动的邀约 你嘉宾选中了谁 就会和谁约会 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多位女嘉宾 争夺同一封信的情况 节目组真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 四位男嘉宾的信件送了过来 我对王爷的字迹相当熟悉 一眼就看出 那个龙飞凤舞的笔迹是他 只写了一个字 令 我顿时肃然 不愧是王爷 严谨一概 连约会带着不可阻挡的王霸之气 但其他三位女嘉宾 显然不这么想 这是谁写的 也太敷衍了吧 别人都没诚意 孟颜颜嘟囔着 程燕哥那么绅士 肯定会给我写一封长长的邀约信 眼看孟颜颜放下了王爷的信 我急忙提醒 这就是谢程燕写的 选他没错 孟颜颜白了我一眼 关掉耳脉 压低声音道 夏鹏 你也太阴险了 故意让我选别人的信 你好跟程燕哥约会是吗 我偏不 孟颜颜撅着嘴 在剩下三封里 选了一封次数最多的 就这封了 他志得一满 笃定地朝我扬了扬眉 而另外两位女嘉宾 也纷纷绕开了谢程燕的信 只剩我来揽这个苦差事 我战战兢兢地把令收下 欲哭无泪 感觉自己的暗卫生涯 岌岌可危 等所有女嘉宾选定后 节目组公布了结果 谢程燕明日的约会对象 是我 结果一出 孟颜颜的表情立刻僵了 连着弹幕也跟着蒙圈 搞什么 夏鹏是不是故意 引导颜颜选错的呀 别洗了 谢程燕的信摆在那 孟颜颜自己认不出来 怪谁 我更好奇 夏鹏怎么就能一下子认出来 他和谢哥肯定私底下有关系 错位 CP赛高 明天的约会又能磕了 第二天的约会 节目组安排我和王爷 前往石林景区 没能促成他和孟颜颜的约会 我心中有愧 因此一路躲在暗影里 这也是过去 我和王爷相处的方式 他在明处 我在暗处 我总是悄悄看着他的背影 不多言语 恰巧此处严实伶俐 很好地遮掩了我的身形 就连摄像机都抓不住我的影子 奇怪 夏鹏不是应该跟谢哥一起约会吗 他人呢 太不尊重人了吧 居然让谢哥一个人来石林 还约什么会 等等 我刚才在直播里截了一张图 放大了十倍 你们看 这个跟石头融为一体的人影 是不是夏鹏 我靠 好像还真是 这是什么神奇的隐身术 我刚刚都没发现他 这已经不是夏鹏第一次干这种事了 这位解放古代 起码是个暗卫 摄像大哥 考验你水平的时刻到了 赶紧给我们抓住夏鹏 弹幕你一言 我一语 眼看恋爱综艺 就要变成大家来找茬 就在这时 王爷一个猎切 眼看就要摔下石阶 我以风势电掣之速 飞快地从暗影中冲出 稳稳扶住了王爷 却不见王爷脸上有任何惊慌 反是冷笑一声 一定要这样 你才舍得出来 就这么不想和我约会吗 我顿觉五雷轰顶 王爷是故意引我出来的 我心跳加快 话都说不利索了 不是不想 是不敢 王爷的神色 这才有所缓和 不敢 也不能放我一个人逛 今后不许再隐身了 陪着我 工作人员也站出来提醒 对啊夏鹏 我们拍摄需要素材 你要是实在找不到话题 可以引导谢哥 聊聊他的恋爱理想型 很多观众都对这个好奇 我觉得这个切入点不错 这样 即使王爷的约会对象是我 依然可以在无形间 比顺他对孟严严的感情 说不定 还能推动他们的感情更进一步 想到这里 我有点心酸 但为了王爷的终身大事 我还是挑起了话题 谢哥 我看了你和孟严严的 CP视频剪辑 剪得真好 真是般配 王爷古怪的看了我一眼 你还看这种东西 他似乎不怎么开心 但话已至此 我只能点点头 继续说下去 尤其是那个片段 孟严严满身是血的 倒在你怀里 当时你看他的眼神 太绝了 谁看了都会觉得 你对他是动了真情 我循序渐进 引导王爷发觉内心的感情 可他脸上却毫无波澜 那只是电影的片段而已 演出来的 说不上为什么 听到这句 我的心里松了口气 但他紧接着又说 不过你说的没错 拍那场戏时 我的确动了真情 因为我亲身体会过 电影中那种感受 我所爱之人 在我怀里咽了气 而我到最后 都没来得及对他说一句爱 我呼吸一致 脑中不由地浮现出 上辈子生命终结时的场景 皇上忌惮王爷 派出精兵围剿 我不记得 自己挥了多少次剑 杀了多少个人 只记得最后 我为了保护王爷万箭穿心 倒在了血泊里 那天雪很大 鲜红的血液 喷洒在皎洁的白雪上 渐渐蕴染开来 吞没了刀光剑影 悲鸣惨叫 失去意识之前 我感到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阿七 王爷在叫我 那声音 是我从未听过的惊慌和心痛 我想要睁开眼 再看一看它 却转瞬跌入深不见底的黑暗 石灵一片寂静 我漠然回想起 电影里王爷的表情 原来当时 他是用那样的目光注视着我 那样的悲痛 那样的 深情 难道 王爷也曾心悦于我 我不敢再往下想 却听王爷轻笑一声 幸好后来出现转机 他又活了过来 只是 似乎到如今 他还不清楚 我对他的心意 我猛地抬起头 正撞进王爷漆黑的眼 我们什么话也没说 就这样停了数秒 某些重要的东西 便在这数秒间 落地生根了 但木也觉察出我们的异样 这两人怎么一动不动 直播卡顿了吗 不 你看夏鹏的睫毛还在颤 呼吸也有起伏 就是没说话 哎 没想到谢哥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好心疼 幸好那女孩最后活了过来 不然谢哥得多绝望啊 谢哥口中的那个女孩 不会就是夏鹏吧 这俩人眼神拉的丝 都能整几圈 秦王绕住了 他俩要是没故事 我就出事故 就没人担心妍妍的感受吗 明明妍妍妍和谢成燕 才是一对 楼上拉倒吧 现在还看不出来吗 谢哥心心念念的 只有你鹏姐 我们回到森林小屋时 天色已黑 一进门 我就被孟妍妍缠住 你们去哪了 玩得愉快吗 怎么这么晚才回 一连串的问题 让我不知从何打起 倒是王爷不紧不慢地回他 我们去了石林 玩得很尽兴 要不是节目组催着 都忘了回来的时间 孟妍妍的脸煞事发青 狠狠瞪了我一眼 跑开了 我忍不住观察王爷的表情 他却魂不在意 只叮嘱我 在外玩了一天 回房休息吧 我听话地回了房 但并不想休息 许多线头绞在我的脑子里 心虚纷乱 熬到夜深 我终于忍不住 换上黑色紧身衣 踏着屋顶 从天窗翻进了王爷的房间 这栋小屋的结构 和古实相似 我就像过去一样 藏在木梁之上 悄悄保护着王爷 也偷偷看他 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 我就这样静静倚着木梁 观察着王爷的一切 他冷翘的眉眼 高挺的鼻梁 浮在岸前安静读书的专注 还有被软禁于府中的孤独和畅往 一点一滴都落入我眼中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 内心有了异样的情愫 从王爷十岁那年 我变成了他的影子 守护王爷 已经成为融入我骨血中的责任 原本不该有任何妄念的 可无数个日夜 他轻轻唤一声阿七 要我从影子里走出来陪他 连带着平静无波的心 也泛起了涟漪 而此时此刻 我在另一个世界 以同样的方式观察王爷 试图厘清心中的感情 却突然听见了敲门声 成燕哥你在吗 是孟燕燕的声音 王爷把门打开一条缝 问他有事吗 孟燕燕却顺着门缝挤了进来 我心里闷 想和你聊聊天 可以吗 王爷面无表情 不可以 太晚了 我要睡了 成燕哥 你怎么对我那么凶 孟燕燕立刻委屈起来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我不是故意和别人约会的 那几封邀约信 我最想选的就是你 是下棚物捣了我 才让我选错的 倾诉的言语 却暗含挑拨 孟燕燕边说边抬起眼 观察王爷的表情 王爷却无动于衷 没关系 本来我想约会的人 就不是你 那是谁 孟燕燕睁大了眼睛 难道是下棚吗 是的 王爷替他打开大门 早点回去休息吧 孤男寡女同处一世 会传绯闻的 但孟燕燕要的就是传绯闻 他直接扑进王爷怀里 哭唧唧的乱蹭 成燕哥 我真的很喜欢你 当年我们合作那部电影时 你也是喜欢我的吧 我看得出来 你入戏了 王爷看着他故意蹭乱的头发和衣裳 叹了口气 我是入戏了 但那不是因为你 而是因为 他顿了顿 抬头看向我所藏的木粮 阿七 你还打算在那里藏多久 几乎在他喊出阿七的一瞬间 我就条件反射地跳了下去 落地 冲锋 八胎孟燕燕 一气呵成 夏鹏 你怎么在这里 孟燕燕惊慌的眼神 在我和王爷之间来回一动 你刚刚就躲在屋里 看着我出丑 虽然有点尴尬 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孟燕燕顿时崩溃 捂着脸跑了出去 由我和王爷在屋内面面相去 又情不自禁笑出了声 你怎么知道我在梁上 我问 王爷笑了笑 当你偷偷看我的时候 我也在偷偷看你 在他直白的注视下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似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蔓延 王爷抬头 看向头顶的木粮 从前累时 只要看见木粮上的暗影 便安心了 我知道 只要我需要 阿七就会从影子里走出 我从不孤独 王爷慢慢走近 进到温热的呼吸 拂过我的头发 松麻之意 瞬间遍布全身 到这时候 我如果还不明白王爷的心意 未免装傻 我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心底的话 王爷 这一世 我依然愿意做你的影子 王爷却轻轻摇了摇头 阿七 不要再做我的影子了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站到光下 这世界很好 我们都可以在明亮的地方生活 比起房间里的岁月静好 但木则炸开了锅 为什么他们都把耳麦关了 哪位会读淳语的 能不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虽然听不见 但大概能猜出来 孟炎炎深夜表白 谢哥被拒 谢哥和夏鹏终成眷属 看着拉斯的眼神 明正局当场给他们搬过来 等等 夏鹏什么时候进了谢哥的房间 她好像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愧是我鹏姐 一个会隐身术的女人 她从哪里掉出来 我都不会惊讶 摄像机 今天又是没抓住夏鹏的一天 话说回来 孟炎炎真够脸皮厚的 深夜跑去影队房间哭 打个什么算盘 分转黑了 孟炎炎直接退出了这档恋纵 而我和王爷的错位 CP热度飙涨 网友们兴奋大喊 磕到真的了 节目组秀到热度 特意安排了一场森林舞会 方便广大网友磕堂 我习惯性选了一条纯黑的长裙 穿上如同夜行衣 王爷却带着我前往市区的商场 在琳琅满目的衣裙中 为我挑了一件白色的丝绸礼裙 上面点缀着银润炎露的小珍珠 闪闪发亮 我记得你最喜欢的颜色 其实是白色 你喜欢明亮的珍珠 光滑的丝绸 还有一切闪亮的东西 穿了那么久的黑 今后就换成自己喜欢的颜色吧 我换上丝绸礼裙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有些陌生 但是我一直期待的样子 过去身为暗卫 我只能穿一身黑 隐藏在暗影中 原来我也可以如此明亮 明亮到 我终于有勇气不再叫他王爷 而是换他 承燕 承燕 我很喜欢这件 谢承燕笑了 那笑意久久不散 迫着欣慰与了然 今后 我们不再是王爷和暗卫 而是谢承燕和夏鹏 一对平等的 并肩而立的恋人 他亲手为我梳妆 长发垂下 别一枚百合发夹 透明的水晶高跟鞋 流淌出晶莹的光芒 比起一成不变的黑 我果然更喜欢明亮 我们在森林舞会中拥抱起舞 裙摆飞旋 长发飘扬 是自在的味道 谢承燕搂着我 在追光下看着我的眼睛 阿七 你知道吗 现在的日子 就是我前世最想过的日子 我问他 没了王爷的地位 不觉得可惜吗 他笑了 深吸一口富裕的空气 比起做个被软禁的王爷 我还是更喜欢自由自在的人生 我也笑了 比起藏在暗影的隐身术 我还是更喜欢不必隐身的日子 谢承燕更紧地拥住我 郑重其事 阿七 再也不必藏在暗影里了 今后 换我来保护你 舞曲缓然声调 进入了最高潮 我们飞旋入舞池中央 热烈而鲜活 还有一句没出口的话 我们都懂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